大家好 我是天元 前阵子我看到一位厨师写了一篇蒸鸡的文章 其中一种蒸鸡呢 就是它非常快就可以蒸熟 又简单又好吃 我切鸡的技术还是不错的 秘密就是要快准 然后鸡块要切的差不多大小 不要太大 要先准备一些姜泥 这里大概两汤匙的姜泥 先把姜水给它挤出来 我用的是这个绿茶的袋子 现在把这个姜汁挤出来 姜末还不要扔掉 可以拿去煮姜茶喝喝喝 对对对 直接放去泡姜茶 放一点红糖也挺好喝的 然后我用一些姜水 就刚才那姜水袋子 鱼露很重要 不喜欢可以用盐代替 盐 放一些米酒 白胡椒很重要 这个蒸鸡调味料一定要放出 不然不好吃 搅匀一下 给它腌一下 这要腌多久会入味 至少一个小时 那就放一小时呗 对 现在把每一个鸡块 裹上素粉 也就是玉米淀粉 或者其他的淀粉 摆在盘子上的时候 要平铺开来不要重叠 现在放到滚水的锅里面去蒸 用中偏高火 12分钟到15分钟就可以了 不要蒸过头了 趁正在蒸鸡的时候 烫个菜 水开了 加点油 分几次 不要一次烫太多 这样烫一下就行 快速的烫一下 哇 好脆绿 底下是猪油 蒜末 鱼露 盐 拌菜 再来一份西红柿 紫菜 虾皮 蛋花汤 12分钟后 回到鸡肉这边 你看见鸡肉已经脱骨了 一定是熟了 然后我再加一点烟熏三味鱼 今天一整套的午餐是没有油烟的 还有一点辣椒酱是我自己做的 可以查田园辣椒酱 吃 HAPPY呢 对啊 是不是跑出去了 叫他回家吃饭 HAPPY 这么冷的天在外面玩 HAPPY 你妈叫你回家吃饭了 看 看 嘿呀 嘿呀呀呀 他成野孩子了 回家吃饭了 回家吃饭了 这么冷的天还在外面 这么冷的天 下调皮导弹 小导弹 小尾巴 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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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 哇 我也来 味道很好哦 你现在吃过饭了 上次有一个网友问我说你旁边拍菜的那些东西是什么 他以为我这是葱 不是 我这是麦子 上次做大麦茶那个麦子我就放在水里面让它发芽 底下放一些小鹅卵石子 这个是绿豆 绿豆也是让它发芽 具体如果感兴趣怎么做的话 我给你一个链接在右上角 然后还有这个是妈咪瓜 妈咪瓜 看一下妈咪瓜发芽了 这样子家里就在冬天嘛 外面下着雪家里就有一些绿意 然后我可以拍菜的时候把它放在旁边 作为一个小场景很漂亮 是吧 谢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请给天员点个赞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更多的美食要跟你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